第五百六十七章 事发 菊花是下午的时候和汪氏曹氏一块赶过来的 等得十分心交 青木更是急得上火 生怕媳妇有个闪失 实在是因为生完没了的事太常见了 就算秦大夫和云大夫也不能保证 这会儿生了 修妹俩同时松了口气 急忙凑上去看奶玩 可是葫芦板丽的兄弟姐妹一拥而上 围着杨氏对小娃好一番评价 还你一言我一语的帮她取名 这个说叫青菜 那个说叫扁豆 还有说叫姜豆菜瓜的 吵闹声差点掀翻了屋顶 黄豆大喊道 眼下大热天也没旁的青菜嘞 就叫小白菜 要是冬天生的就叫大白菜 众人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都说男娃叫小白菜太难听了 板丽心有余悸地说道 哎呀 幸亏咱生得早 不然园子里可没既样刮过蔬菜好挑了 黄瓜不满地说道 我生的也不晚 干啥叫黄瓜嘞 爹也没好好帮我想想 他嫌弃自己小名不好听 轻目瞪眼道 我是爹 我说叫啥就叫啥 可是说是这么说 他对着心生的小儿子也发愁 该叫啥名嘞 这么胖乎乎的一个小子 当然不能叫贬豆或者姜豆 曹氏头一回见这种情形 觉得十分有趣 这才明白张阳为何 一定要给儿子取名叫南瓜 他见青木和菊花都皱眉苦思 忍不住插嘴道 如今正是六月 荷花盛开的时节 莲心尚且娇嫩 如出生的婴儿 秋来既成青色莲石 我观小侄子外貌像大嫂多些 将来必定是个飘逸俊秀的男儿 大哥不妨为他取名青莲 意味青色的莲子 既雅致清晰 还好听 青木大喜 觉得这名儿太合心意 菊花也说好 小玩儿们纷纷抗议 说小婶婶帮弟弟取了名字这么雅致 骗他们的名字都土不落鸡的 菊花和青木都笑道 将就这用吧 再话也不成了 都叫顺口了嘞 说笑着 却见连人代名 新诞生的青莲 镇着乌溜溜的黑眼珠 瞅着大家 也不哭 也不叫 也不像旁的娃儿那样 闭眼睡觉 众人憨哪 难道又是一个葫芦 郑家添了心儿 暂且望了外边的热闹 可葫芦等小玩儿还是注意的 实在是来的人太多了 据张扬说 天下有数的博学数儒 文人名士几乎来了一半 没来的或在朝为官 或者地处偏远 或有失忌半 整日谈讲论学 其盛况前所未有 流失文末迹 以智者不知反己 对此 书生学子们固然欣喜异常 连青南村的小玩儿们 也不顺倾慕仰望 自此更加用心读书 此后数年 青南村人才辈出 都未知人节地灵 其实都是文化熏陶之故 这中间 要数黄豆比旁人 更加用心十分 都快赶上大哥葫芦了 一来这玩儿要应付 二皇子布置的功课 他可是连字还没认权嘞 写字也费劲 半年内把签字文和论语 超十遍 可不是个亲身的活计 时间感到狠 二来他因为爹和姑父挨了板子 这事在他心里留了阴影 因而发狠 一边用功上进 一边更小心谨慎行事 大晋朝的笑面虎尚书 就这么诞生了 人都为其奸华 天下无出其右 再说张家 先前因为住得远 因此少有文人租住过去 如今来的人太多了 好些人张扬都认识 再不就是周夫子的顾骄 自然比为上宾 请到家中来住 加上隔日就要迁祖坟 张淮也就忙了起来 也顾不得屁股疼了 张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只抽空拜见了爹扬 然后便周旋其间 又偷空与赵云商议密室 营业方回 直到第三日 张家迁坟祭祖 才脱身而出 张家的祖坟 牵在桃花谷前端 山塘旁边的竹林里 也就是那乌龟溶洞的上坊 周夫子当日看到这地方 心里很是震惊 且不说这山谷地势本就奇特 背山寒水 避山寒水 藏风俱气 张家更是在山西下游 挖了个大山塘 行程如蛟龙入海之势 单说地底下 竟然还盘踞 如此多的乌龟 就足以证明 此地不一般了 他将张宅 定在西山的山嘴上 祖坟则震 玄规巢穴上方 并嘱咐张淮莫要伸张此事 只说是老宅烧毁后 因桃花谷有山有水 才选中这里的 说是祖坟 也不过是上述到 张大栓的曾祖罢了 他们是前朝动乱时 才桃荒到此地落脚的 一大早 张大栓便带着张淮 张阳 领着板栗山芋 南瓜 将人分散在山野各处 祖坟刨开 将尸骨收拾了 从新用棺木 陈脸 再移至新祖坟地 直忙到上午时分 才完 石碑都是先雕刻好的 为此 何氏还曾惋惜地说 要是等菊花生完 再办这事 不是能在碑上 多刻一个孙子的名字吗 怀子失笑道 那要是明年菊花又怀了嘞 这事不就办不成了 往后再加上去就是了 菊花气道 我还没生呢 就想着明年的事了 我又不是猪 至此 张家这一支算是建立起来了 家中也单独在镇房东边 设了祠堂 给祖宗供奉香火 十年后 张家又单独在西山建了座 两镜的宅院 将宗祠移了过去 着专人看管 这些事都是男人们在干的 女人们只好干看着 忙完了这些 不等书院聚会散场 张阳就告别爹娘歌嫂和周夫子 带着曹氏和南瓜 急忙赶回三园去了 菊花总觉得 他好像有什么事 想起曹氏那天 半吞半吐地对他说 黄姨娘没了 因他怕老太太听了难过 才没跟他说的 菊花见他含糊其词的样子 似乎另有隐情 虽然心中呐喊 但还是没有问 若是他愿意说 自然会说的 既然不想明说 肯定有他的理由 问怀子 怀子到如今朝中老臣进去 后竟纷争轻着 羊子和小石头 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这些事一时也难以说清 等以后有机会 再慢慢了解吧 菊花点头 他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向来都是凡事尽力而为 过了两天 医学院也顺利开张了 自此后 清南村来往人众 上至豪门贵族 下至寒门学子 真正改变了 这地方人的生活 各种奇人意识 不断涌现 其中 步伐轰动一时的 文人论学 更有 李渔月龙门的 励志话题 和绝妙诗文诞生的雅士 更有书生 村姑的风流运势 还有偷鸡摸狗的奸情 医学院也不负众望 秦风汇聚 性灵人士 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8月15 中秋节 菊花生下育女娃 这可真让人无法说了 连菊花也盼望着 这一胎是儿子的 她当然不是重男轻女 只是 如今这社会就是这样 男丁多的话 方能称起家族的重任 她已经有两个闺女了 心想要再生一个儿子 谁知偏生了个女儿 惹得刘云岚 笑说要跟她换 菊花笑眯眯的 摸着小闺女的头发道 说着玩的 咋能当真嘞 就算你是旧母 我是姑姑 也不能把亲生的换着养 怀子呵呵笑道 呵呵呵 不怕 不是有她小叔吗 昨儿才来信 说弟妹有了 让她多生几个儿子 咱们张家还怕人少 瞧我这几个闺女 将来呀 准比男娃又出息 小葱昂首答道 那是 娘 你瞧好了 没准将来 我是咱们家最出息的一个 菊花扑哧一声笑道 你好好地就撑了 我跟你爹又不想要你光宗耀祖 板链一样 板链看着粉红的小妹妹 稀罕地问道 给妹妹去啥名嘞 哎 越挑越少嘞 要不 要不就叫小白菜吧 菊花猛摇头 这名字虽然朴实 实在不大好听 她也想过了 这回若是生男娃 就叫花生 女娃 要不叫青蒜 要不叫香碎 听了她的想法 怀子看看小闺女嘴角 若有若无的笑意 觉得还是叫香碎好些 我瞧她 怕是娇憨灵巧的 就叫香碎吧 要是嫂子再生个爽利秀气的 叫青蒜菜的脾气 于是张家三小姐 就叫香碎了 生完了孩子 菊花和怀子 忙着添加人手 拓展巩固家业 板栗等孩子 更是学业繁重 兼要跟着爹 学习管理产业 真是忙得不知时光流转 疏忽就到了永平九年春 万象更新的季节里 传来了宁王爷谋反的消息 宁王一系全部被铲除 包括纪宁侯高远 宁王爷乃先皇第四子 差点就当上皇上 这事也在人们意料之中 这事本与张家没有关系 然此事最先由张阳和赵云 谈和纪宁侯高远而发 说他是永平七年末 小青山大伙的背后主使者 皇上派人去查 竟真的查出 这事乃高远的 执女高香所为 这高香 既张阳小妾 高阴阳的姐姐 随后 也不知怎的 就牵出了宁王 如同山巒崩趴 大厦倾腹 宁王固然深陷淋浴 纪宁侯意识满门抄斩 清明时节 一封无名书信 被送到周夫子手中 展开看后 皱眉叹息不已 又是一桩意料之外吗 虽然他和纪宁侯辅佐不同的人 但是不可否认 纪宁侯高远 乃是有大乞丐的人 非那些心胸狭窄的小人可比 当初他不让张阳娶高香 而是娶了老友之女 曹墨竹 并非因为清楚高香的真正身份而嫌弃 乃是纪宁侯收养的孤女 而是因为那个女子虽然财名远拨 实则孤傲自诩 极端自我 果然 这女子心情乖张 竟因为这个恨上她了 加上她后来愿意屈身为妾 张阳 纵然碍于宁远侯的面子 却挑了其妹也不要她 越发心中仇恨不甘 高远在信中道 她交接张阳本无恶意 不过是为了笼络心境罢了 为的是能够结个善缘 高香之己实属意外 她纵横朝廷三十载 怎会行此可笑之事 她又言道 你这个弟子可比你差远了 不给他人留后路 也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她已经扶下两个棋子 在地下 睁大眼睛 看她如何应付 看着信尾 保沾墨汁的哈哈哈哈 几个狂放的大字 周夫子唯有苦笑 看着信尾